小圈囊,拥有游戏超能力,石刚成就获得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圈囊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解主的游戏发 谢谢 非常散步 祝 soft one 好 牛鸡 սա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位 val激 半 Dannør são 陈小老师作为开心存档员 想问一下给我们带来的监货是什么类型的吗 是 那今天作为候选人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对 那我所具备的开心能力是精致少女力 所以我今天助力归档的品类是护肤品 果然女孩子就是离不开的就是护肤品 而且就是应该陈小老师的粉丝 之前可能都看过你当时那次就是有在直播卸妆 就我想说 哇 太有 太感了 就是对自己的皮肤很自信 才会在镜头面前去给大家分享 而且是一个很真诚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老师是怎么样保持这么棒的皮肤 是的 对 就可能比如说有的时候拍戏啊 会经常熬夜什么的 然后是会用一些 因为不能经常去美容院嘛 就可能会用一些产品做日常的一些维护这样子 分享的小妙招也是干货满满 很期待你今天带来的干货啊 那所以大家在看的同时 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分享很多一些秘题 一定要记好小笔记哈 我觉得老师就是作为我们护肤品的开心存在员 真的超合适 因为它真的就是很会管理自己的皮肤 我这种距离就是其实比社交距离要近很多了 就是热眼去看程小老师的那个皮肤 就是很细腻很细腻 然后很有光泽的感觉 都敢直播卸妆 素颜很大 好 那就恭喜程小老师成为我们的开心存档员 那我们就是直接这个印章一会儿就是可以给你使用 来给我们的档案盖章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上镜密窗 是什么东西呢 一起来打开一下 可以把里面的军品拿出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个看着就是老熟人了 很清晰了 是的 对 那我今天需要归档的这个新品 是来自柏拉雅的早C1A精华 是的 这个就很眼熟了 最近很火的 是的 很符合这个精致少女力 对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什么是早C1A 早C1A就是早上喝咖啡晚上的 这点8加1 其实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 就是需要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今天老师喝咖啡了吗 我啊 之前你们两个喝了吗 我早上喝了 我早上喝了 我今天是早上喝了 因为开播的时候已经是晚了 但是刚才又喝了一口 哈哈哈哈 在小林老师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口 开个玩笑了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早C1A 是一个双效呵护我们基础的一个步骤 对吧 是的 比如说早上会使用抗氧保湿的产品来提亮 然后晚上会使用还VA的产品 然后抗皱修护 是的 是的 很好的一个搭配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新品灵感关键词在我手上了 我们一起来挑选一下适合于柏莱雅早C1A精华的关键词吧 可以选一下 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清爽不油腻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夏天 夏天到了 而且我们这种待妆时间比较长 就一定要清爽不油腻 这样子皮肤状态会更好 就可以像小小老师一样 就是下次也可以 就是不化妆的时候也可以很自信 是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试用一下 因为到现在就是还没有拆开药 转细一下好不好 嗯 那这个是 呃 早C双抗精华 它的质地就是很清爽 可以看到流动感很强 很强 就现在美妆博主了感觉 真的 它吸收非常快 它质地就很轻薄 很好推开 对 而且就是保湿非常显著 嗯 是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两个的话就是可以搭配一起来用 就会更加好一点 是的 当然 然后直接按就好了 拧过了 对 拧过这样 可以要不然按另一个手上 对 让它吸收一下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对 手是人的第二张脸也很重要 是的 然后这个是 直接按 对 按是新的 因为 对 我还可以看到它是 跟你的礼服颜色有一点点像 它带一点点 淡淡的绿色 对 有一点点 黄 有点黄绿色的感觉 黄绿色的感觉 对 然后它也是质地非常的 很好吸收 就是推开就化开的感觉 你推开就化开像水一样 就夏天用也不会说很黏力啊 会堵色毛红 蹭枕头啊什么的 感觉其实是保湿度很好的一款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科学的一种护肤吧 就是一加一 其实你用了两个单品 但是它是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而且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坚持去用的话没关系 然后就可以效果会更加的好一些些 然后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老师就是对护肤这么有要求的话 就是在乎这种外痒会不会也内调 你会吃甜品吗 因为我知道就很多人说你要是想好皮肤不能吃甜的 对 其实我是真的很爱吃甜的 还是会吃的 还是很爱喝奶茶的 吃甜的会快乐是不是 对对对 特别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想吃甜的 你喜欢吃甜品还是喝奶茶 喝奶茶 都不要 那是怎么保养皮肤的 因为一般吃甜多的话有可能会 我会长那个痘痘 对会就是运动吧 运动也很重要 然后就是多喝水 但就可能比如说我在剧组的时候 就是会少油少盐少糖这样的饮食 我感觉你是会在那种特殊需要的时候 多多管理一下 然后平时会有点小偷懒 然后我该放纵的时候还是放纵一下 还是需要一些开心的 找好一个平衡很重要 因为老师现在就经常去熬夜拍古装戏 然后但是其实没太有那种熬夜之后的效果了 我们接下来也可以一起在我们的新品灵感 关键词里面 再来挑选一下你觉得适合的新品 抗糖抗氧吧 这个好像是近几年大家都 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有些女孩子 特别是有点 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 需要抗糖抗氧才能更加的维持肌肤年轻和患量的一个状态 对 你刚刚提到患量 那我们把那个其实也可以一起选 是的呢 两个关键词都符合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陈老师刚才的分享就是 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聊很久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它是有对抗肤品有认真去研究过的 有自己的理解 满满的干货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追求完美肌肤的道路上 其实柏拉雅和肖肖也是不谋而合 是吧 这样一个早C1A的一个科学组合的配方呢 让我们肌肤在日夜间都可以得到有针对性的一种关爱和呵护 可以说是我们护肤必备的秘密武器 嗯 我觉得就是今天也非常感谢陈香老师 就是不仅让我们的世界上看到了美丽 也知道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些美丽 接下来就请陈香老师 在把我们刚才挑选出来的这三个关键词 与我们的档案一起放到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来做封存 分别是肌肤患量、K糖、K氧、清爽、富油腻 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爽美妙的夏天 来我们来进行一个封存 然后这里还有我们的印章可以盖一个小戳 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恭喜再用一下 再来一下 没关系我们会成功的 要用力 三、二、一 三、二、一 恭喜陈香老师 开心存档成功 接下来就请陈香老师 带着我们的新品和我们的档案袋 一起到我们的档案区拍摄 完成我们的新品档案照 辛苦了 好漂亮 这颈子好美 是的 好好看 辛苦陈香老师 谢谢下次见 谢谢你带来的美丽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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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